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Leica M鏡頭75mm 1.4的三個版本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和大家介紹的是75mm 1.4 這支鏡頭 其實對於人像、小品是非常適合用的 當初這個版本是由Nautilus 51.0的光學設計移植到75mm 所以氣氛方面和Nautilus有點接近 我現在講講第一個版本就是這個 這個版本是加拿大製造的 遮光罩是可以裝拆的 這個版本是很有趣的 既有二代的Nautilus 遮光罩是同一個模特兒 這個版本是12539 就是二代的同一個款的遮光罩 更加可以證明到這個版本是在那邊移植過來的 連遮光罩都移植過來的 口径方面是60mm 和Lottalus 51.0mm是一样的 这支镜子的气氛是浓郁 感觉很好 所以拍摄人像方面很有感觉 是老式的版本 接着就是二代 这个二代改变的地方是用了一个外置的遮光罩 会方便一些 亦是小小一点 收厂的时候会简单一点 这支二代口径也是60mm的浓郁 是加拿大造的 在锐利度和颜色的浓郁度方面 也有提升度 而这个是第三代 第三代 其实在外观方面 和二代几乎一模一样 不同的地方就是后面 它写了是Made in Germany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重量方面 它是略为比二代轻了一点 但是外观方面 看上去几乎是找不到它的分别 在这么多支75 1.4mm 里面 这支的锐利度和鲜艳度是最高的 几乎是接近AS Page的效果 那么多支镜头 你可能在选择方面 会有一些困难 就是说到底它们拍出来 效果会是怎样 今次我和大家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用三支不同的镜头 去拍摄同一个模特 看看效果是怎样 大部分的镜头 去拍摄 这支部分的镜头 看下来 再不想多支镜头 点击 搅拌动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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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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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相信这么简短的介绍 可能未能够满足到你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关于75 1.4 的镜头的资料 或者想亲身体验一下 可以来到我们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门市 我或者我的同事可以亲自 介绍给你的 如果你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 欢迎你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